派席會正在G團體場邊閉門會談中 稍早兩人到場後 是先公開露面 並且在媒體前握手 之後就進入會場展開閉門會晤 現在我們就連線給中央社 助印尼特派記者李宗憲 但我們瞭解現場的最新狀況 宗憲晚安 晚安 是啦 外界都在評估 拜登和習近平有會面的談 總比是沒有會面好 尤其這次會聚焦在臺海情勢 那就你的觀察 預料兩個人 有可能會促成哪些值得關注的進展 還是雙方依舊是各說各話呢 對主播 其實現在此時此刻 拜登和習近平就在往後方的 這個會議室裡面來進行談話 會談的議題呢 如同剛剛主播所提到的 臺灣議題可以說是重中之重 裡面呢 包括了這個台海的安全問題 特別是因為佩洛西在今年8月 來到臺灣之後 中國對臺灣加大了這個軍事演期 因此到底兩方會不會針對臺灣這所謂的紅線來進行討論 會不會有得到什麼結果呢 大家都在等待這樣的結果 不過呢 根據這個超早我跟幾名專家 還有現場的海內外的這個同業的媒體 我們的觀察是認為說這一次其實促成這個會談 已經非常的不容易了 但雙方有意坐下來來面對面 雖然說不一定會達成什麼共識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兩方願意坐下來 所以有可能在美國跟中國兩方這個嚴重的對峙 或者是緊張的關係 可能也會因此得到稍稍的環節 是喔 那接下來想要再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在G20崩會明天就要正式登場 那接下來各國的領袖對於台海和區域的安全 還有哪些值得關注的地方呢 是 其實可以關注G20這個會議高峰會 其實呢 領袖會議通常關注的都是經濟議題 當初G20因此而這個會議會召開 也是因為經濟議題的關係 不過在過去這幾年加上疫情 烏二戰爭還有美中對峙 包括了台海議題等等 讓這一次的G20呢 變成比較詭決 氣氛比較不一樣一點 因此台海議題呢 一定會是這個G安全 還有各國領袖所關注的焦點 特別是今年舉辦的這個G20崩會 印尼 其實就在東南亞非常關鍵的位置 那當然許多這個各國的元首 來到了巴黎島 非常關注這個區域安全 因此臺灣一定會在這個領袖會議上面 會成為一定的焦點 是喔 謝謝 非常謝謝宗憲 為我們帶來現場的最新觀察